Russian people will always remember I really appreciate China This is not Olga Her name is April She's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8 years She has my voice, my face And she speaks fluent Mandarin Hello大家好,我是巴九 今天我們來聊聊 中國未來面臨AI科技蓬勃發展 是否能帶離中國脫離通縮經濟下行的窘境 還是帶來更集權對世界更危害的風險呢? 那最近OpenAI發佈了最新的人工智慧SOLAR對吧? 那SOLAR可以藉由文字敘述 創造媲美電影特效的動畫 甚至是仿真人的電影片段 這個目前來說沒有一款AI 包括中國的AI可以超越對吧? 雖然它目前只開放給特定以及內部的使用 但這款AI它會自主學習改進 能在短短的這一兩年內有這種突破 這科技進步真的是越來越快啦 那這很明顯 中美之間的競爭又拉開了一個高度 除此之外最近NVIDIA也非常的強勢對吧? 擴大AI圈啊 擴大很多東西啊 市值增加 台灣的AI股也跟著吃紅 那台積電最近這幾天也接連開紅 對比中國的A股啊 綠柔柔一片 那雖然是有小紅一點點啦 但這個小紅啊 還是國家隊下場去救援 才從2700拉回十幾年前3000的水準 所以你其實還是虧的 那當然小粉紅自己催中國超級電腦啊 晶片也是非常的牛逼對吧? 那未來肯定是超越美國 又搖搖領先了 這個劇本我大概都知道 反正就是把那個華為跟iPhone的那個劇本 再搬過來一次而已嘛 我們看這個世界頂尖人才跟投資者都擴大投資在哪 歐美的AI產業或是相關產業 你看哪一個科技巨頭 或者是歐美的投資巨頭去擴大 加大投資中國為首的公司 好像沒有 當然未來AI能夠帶給我們更好的生活跟便利 但反之這個如果被流氓被中共拿去用呢? 那當然現階段的中共啊 自己技術肯定是不如歐美 所以他們可以透過貪污來的錢 從人礦那邊撲來的錢 利用一些白手套的方式去收買一些歐美的技術人員 或是讓海外同鄉會之類的民間身份的人 或是公司 海外公司去運用這些歐美的技術去偷去搶 甚至去正常的管道 我可能已經透過第三手第四手 你要查到什麼時候才查到我最後的源頭是 或是中國解放軍或是中國統戰部 中共的滲透是各層面的 當然它絕對不可能放過AI產業 那在我看來啊 未來不只台灣啊 全世界的訊息會越來越難分辨的真偽 或許啊這個AI產業發達的時候 會有我的另外一個頻道說 其實我是愛黨愛國的對吧 但那個可能就是 中共網軍利用未來AI的這個技術來冒充的 非常有這個可能啊 那尤其是拿來對台灣進行資訊戰統戰 三天兩頭就給你丟一個最新的AI技術 造謠影片 你根本抓不完啊 反正窮的是中國人又不是中共 他們可以天天花錢 請一堆剪刑犯或是小粉 關在公司裡面搞這些 關在監獄裡面搞這些 海外的公司也可以搞這些 代操公司也可以搞這些 你檢舉成功刪除一條影片 那又如何 你刪除這條影片的同時 它會給你生成100條造謠的影片 例如未來可能天天造謠 賴謙德不問國政花天酒地 用AI製造假影片對吧 說你看賴清德偷情啊 這個都被我們監視器拍下來了 甚至去偽造賴清德或是民進黨 或是一些台派的人啊 跟中共官員啊 交易或是會談要出賣台灣的這個影片 反而把台派抹成是共 反正啊 綠共、紅共都是共 那我們再選擇另外一個政黨 但是這另外一個政黨 事實上是中國想要的人選 因為中國現在最恨的是民進黨 那這些造謠影片通通出來之後 你說被造謠的人 他能不出來辟謠嗎 他一定會出來辟謠啊 他能天天辟謠嗎 如果天天辟謠就真的無法專心國政 但你不天天出來辟謠 你又要被帶風向 對不對 下次你可能就選不上 未來我們對付這些的成本 只會越來越多 精力只會越來越傷省 所以希望台灣政府 要盡快有預警的手段 跟防範的措施 當然有些人會說 可以靠我們民間團結啊 我們民間可以去辟謠 我只能說理想很美 但現實很骨感 靠這些民間的辟謠啊 是沒有用的 你看台灣好像有這個什麼 40基塔小組的網站對不對 那首先這個辟謠小組網站 他要花一些時間去查證 在現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的傳遞都非常的有限 更何況是未來AI產業 紅波發展那個鋪天蓋地的假訊息 會更多 單單靠這幾個民間單位 是怎麼可能 可以對中共以統戰 軍事規模的網軍 軍事規模的作戰方式 從資訊戰去對抗呢 根本就無從下手 無從防範 而中共可以透過買的方式 把他們的謠言 洗到搜索排行榜的前幾頁 那自然你辟謠的訊息 可能就跑不出來 更不可能傳到那些姓謠人的眼裡 譬如說看抖音的那些人的 群體 那台灣民間是無法對抗 整個中國以戰爭形態做的認知戰 你看這次選舉 你可以從抖音上 可以從一些網路上 就可以看到如此的風氣 更何況是 台灣民間還不是所有人 都信 中共統戰 或是中共滲透 中共有多壞 不是全部人都很團結哦 他只會來一句 你想多了 對 我們是不想當中國人 但中國真的有那麼壞嗎 不欠德哦 呵 你只要信的這點 不把專注力放在他們身上 那未來 我們就會變成他的一部分 所以啊 我們的未來 需要付出很大的心力在這一塊上 只會越來越累 今年跨年啊 就非常多人認錯101 是哪動的對不對 這個我完全不敢置信 估計 AI出來了 把101洗成 在廈門或是共產黨 來投資101的 可能新三代的年輕人會很吃這一套哦 像是在中國現階段的 AI發展情況之下 還沒有到OpenAI的等級啊 就已經一堆造謠影片出來了 像是中國網路上啊 最近冒出了一個 自稱是俄羅斯帶貨美女的頻道 這個頻道最近被他自己本人給發現了 什麼意思呢 因為這個頻道不是他創立的 但是這個假頻道裡面 弄的都是他的臉 而且非常的真 比那個什麼小玉換臉還逼真百倍以上 那他本人啊 叫做奧爾加 他的臉被中國平台大量利用 然後自稱自己是在中國生活 8年的俄羅斯美女 納塔莎 那這個賬號已經有14多萬的中國人 去追蹤他了 而這個頻道的本尊啊 奧爾加 他是個烏克蘭人 連俄國人都不是 那這個倒用他臉的頻道 都在宣傳 啊 中俄友誼長存啊 痛罵烏克蘭 還說想要嫁給中國男人 其後面的目的就是 賣俄羅斯的貨物 給那些中國王 俄羅斯糖果啊 俄羅斯餅乾啊 俄羅斯的什麼什麼什麼啊 對吧 他本人看到之後 非常的生氣 你不僅拿我的臉去做生意 這就算了 還造謠自己是俄羅斯人 痛罵自己的祖國 要知道 烏克蘭現在是被入侵的國家 那我們稍微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當全世界都在給俄羅斯男看詩 只有你們中國的兄弟姐妹沒拋棄我們 俄羅斯香田農村 真是個奇妙的地方 俄羅斯人們會永遠記住 我真的很感謝中國 而所有人都在從俄羅斯 只要中國是在靜點的支持 中國和俄羅斯是好朋友 中國和俄羅斯的親戚永遠 這是不是歐克蘭 她名字是April 她已經住在中國八個年了 她有我的聲音 我的臉 她說廢話 那奧爾加表示 她已經投訴給 抖音啊 B站 小紅書等中國平台 但是過了三個多禮拜 中國公司還是沒有處理 這其實就是中國特色 中國可以刪載任何的海外產品 包括AI換聯 甚至正版在中國打官司都可以打輸 這個大家上網查都查得到非常多 但是在海外 你只要稍微跟中國的任何東西 有相關創意的發想或是產品 那海外公司 絕對是幫中國公司 或是中國人 去做這個維權的動作 因為海外公司 基於人人平等法治嘛 這就是中共壞的地方 這也是小粉壞的地方 在我的地盤 那我可以不遵守這個普世價值 我說的算 目強嘛 強者為王嘛 但是在海外 我知道是人人平等 所以我就利用這個法律的手段 去跟你打啊 反正我法律我敗訴了 我也浪費了你的錢 我也浪費你的時間 我沒差 所以我為什麼說民主國家 對抗極權國家的成本非常的高 就連現階段的中國AI技術 都能這樣造假 那未來中國不管利用什麼樣的方式 或是身份 取得或是購買 OpenAI 當然外包也可以 這種技術 或是透過第三方 第四方 拼接影片的方式 然後再把它組成一系列的造謠影片 那到底要怎麼防 當然啦 中共如果取得相關的技術 那你們國內是更慘的 小粉紅真的不用高興的太早 中共利用這些AI 去給你們愛黨愛國 去給你們造謠 我們假設 AI發展越來越好的情況之下 鐵獵女不巧在這個階段被爆出來了 全網痛罵 OK這時候中共用這種AI去造謠 去讓鐵獵女出來講話 用各種的親朋好友、親戚出來講話 那大家怎麼會知道真相 像是唐山燒烤店 我們都知道 許多女婿被打得很慘 對吧 甚至S了 中共就拿這些AI去造謠 說我自己只是皮肉傷 根本沒有S 只是網友造謠 我過幾天就要回家了 我愛黨愛國之類的 但其實他已經S了 那中共只要持續用他的身份 讓他在網路上活了一兩個月 等到聲量沒有了 這個人就永遠的消失了 大家也不會再關心了 甚至中共可以去用AI技術 去造謠自己國內發生的事情 但其實根本沒那個事情 譬如說 哪哪哪發生的什麼 重大S案死了幾百人幾千人 對吧 或是哪個官員又怎麼樣 被爆出什麼事情 但這就是中共自己去造謠自己 然後呢 他把這個局做好 等到很多中國人痛罵 或是海外反賊 而且痛罵的時候他就跳出來說 你看 這是AI技術啊 這是哪一個台灣網軍啊 歐美網軍啊 做的假影片 但這個影片 就是他自己的公司 中國的公司 或是後面代操的公司 中共收買的人 自己去做出來的 唱雙謊 當這些事情出來的越多 很多中國人就會不信海外的反賊說的話 不信這個反對中共說的話 認為中共其實才是這個 辟謠的專家對吧 久了他們就會去信中共 希望未來反共圈的國家 跟民間企業都可以團結一致 避免中共利用任何的手段 學習到 或是不管他要怎麼獲得啦 反正這種科技真的是不要流入他 當然啦 小粉紅繼續催啦 我們有超級電腦 我們超級電腦最牛逼啊 我們的晶片最屌啊 我們的AI也是屌打美國啊 超硬感美啊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今天就是你們搶先OpenAI 發表這個影片 你們有任何喜事 你們絕對都是浩大喜功 甚至商事喜辦 所以你們為什麼還沒出來講 因為你們沒有 所以不符合中國特色跟社會氛圍嘛 你們自己這幾年做空 多少自己的晶片跟AI公司 然後老闆跑路去歐美 跑路去東南亞 不聲美舉啊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是吧 我下次見 掰